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钻石手 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 为大家分享有价值的区块链项目 让大家不只是炒币 而是对项目本身有自己的认识 让我们也少被割韭菜 那如果你也不想错过 区块链里面真正有价值的项目 你想了解这个币背后本身的项目价值的话 欢迎订阅和点赞我们的频道 同时如果你有想了解的一些项目的话 欢迎你也直接在屏幕下方做评论 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有价值的项目 我来单独做讲解 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项目 叫The Sandbox 然后我们还是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本身 然后视频最后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看法 以及我们觉得它未来的一个走势 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Sandbox 首先我们得知道一个点 就是Sandbox它不是最近才做的项目 它其实本身在2012年就开始 有它的iOS版本的游戏了 然后当年也被评为了 那个苹果的一个年度最佳游戏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呢 是因为就是最近它Sand长得比较猛 然后元宇宙的概念比较火嘛 然后其实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 启动了这个游戏的区块链的版本 然后我们认为呢正是因为它启动了就是呃 这个游戏的区块链版本才让它像现在一样火爆 呃 还是先说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 就是首先这个游戏本身呢 它是一个呃 Play2 2的沙盒制的一个游戏 然后Play2 2呢 之前我们在讲那个阿西的时候 其实有讲过这个模式 但我们这里会认为说呃 The Sandbox里面的Play2 2 跟阿西里面的Play2 2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认为它在呃 这模式在The Sandbox这个游戏里面会应用的更广 然后呃沙盒类的游戏 我觉得就不用做太多介绍了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比如说像什么我的世界 或者是那个呃 Roblox呃 这些其实都是沙盒制的游戏 呃 然后呢 如果你是一个沙盒制的游戏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需要玩家去创造 和在游戏里面去经营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The Sandbox呢 它其实为玩家提供了两个很重要的工具 呃 我们可以在这个create这看到 一个叫GameMaker 一个叫VoxEdit 呃GameMaker呢 它现在就只有那个Windows版本的 没有Mac版本的 所以我没有下载 演示不了 但是大家可以在很多视频上 就看到GameMaker市场 然后VoxEdit呢 呃 然后你们如果感兴趣 就可以在这直接下 它是有那个Mac版本的 然后呢 就是VoxEdit 它其实完成了一个事情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去制造游戏中的各种模型 然后呢 你造的模型 如果越好 一旦被官方认可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模型 放到官方的市场上去卖 然后卖了之后 你又可以换到钱 然后你又可以在那个 比如说币安或者哪去 再把它售出 当然你换到这个东西 也可能之后会在 Sandbox的生态里面去运用 然后这是VoxEdit 然后有兴趣可以直接在这 download就行了 然后呢 你有了模型之后呢 你可以用到GameMaker GameMaker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需要你有模型之后 当然你不一定是自己造的模型 也可以是用官方给你的那些模型 然后呢 你用这些模型 去搭建自己想要的一个游戏场景 然后同时呢 搭建好这个游戏场景之后 你也可以设置在这个场景里面的一些玩法 然后让玩家在里面玩 当然这玩法里面 你也可以设置一些 就是有关就是经济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你需要用一个Sand再去买 才能做一个入场券 或者是你在里面玩某些游戏 可能得到Sand 类似这样 当然你如果把游戏做好之后 你要去发布 你首先是需要在Sandbox里面 买了Land 就是所谓的土地 你买了土地之后 你才能发布游戏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然后呢 其实它核心的就是 给玩家提供这两个工具 然后玩家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工具 去制造各种 就是异想天开的游戏 就是沙盒游戏所需要用到的 好 如果是下了GameMaker同学呢 你们可以直接在GameMaker的软件里面 有一个叫Gannery的选项 在Gannery里面 有很多玩家制作的一些游戏场景 你们可以也直接进去体验 然后会感受到 非常丰富的玩家的一个创造力 这就是沙盒游戏的一个魅力 然后呢 除了这两个工具之外 整个游戏呢 通过一些经济上的治理 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加的有活力 然后呢 这个游戏相关的一些概念介绍 其实在它的那个Gitbook里面能够看到 我这里就是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简单的梳理和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Land 什么是Land呢 说白了就是Sandbox里面的一个土地 那每一个Land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NFT 然后呢 整个这个Sandbox里面一共是有16万多个Land 然后我们现在会有时候看到Sandbox在发泄新闻 就是他把这些Land分成几拨几拨的去售卖 然后这个Land是越卖越少 那么同时呢 他也会跟一些那个比较大的一些品牌去合作 然后把Land给他们 然后这些品牌也在这个Land里面建立自己的社区 好 说完Land呢 我们说另外一个概念叫做Eastate 这个Eastate呢 其实是一个Land的集合 它其实可以叫做一种房产 然后呢 这种房产一共分为四种类型 不好意思 四种类型 然后有336×6 12×12和24×24 你们可以在那个Sandbox官网上去看Map的时候 你们看到各种大小的方块 你们一定只能看到这几种类型 就33的66的12×12和24×24的 然后同时呢 也有1×1的 1×1的呢 你之后要用 你必须要把1×1 多个1×1的Land 组合成一个3×3的 然后做成一个Eastate 然后你才能去发布游戏 然后这是Eastate 然后呢 除了Eastate之外呢 我们再介绍一个概念叫做 稍等一下 在下面 对 就是这个概念 叫财产 然后财产怎么去定义它呢 就是应该叫资产吧 就是你在所有 所有的在Sandbox里面 能被货币化和交易的东西 都能够叫做资产 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你可以用那个VoxEdit 然后去制作一些模型 然后模型如果做的好的话 你可以放到那个市场上去卖 这个东西呢就可以看作你的一个资产 比如说你做的一个人偶 或者你做的一个树 或者一个什么像类似这种摄影机 然后呢 另外比如说你做了一个游戏 做了一个游戏场景吧 就单独这个场景 如果是它比较稀 它比较稀有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资产去卖 然后卖完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相应的一些报酬 当然有资产就会分等级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它的另外两个概念 叫James and Catalyst 首先先说这个James 这个其实就是宝石 就是你的每一个资产 你都可以给它们配宝石 然后每一个宝石呢 可以为你的资产增加25个属性点 然后你的属性点越高呢 你的资产等级就越高 但是呢 一个资产要配置宝石 不是你可以配置无限多个宝石 那就涉及到我们下面说的这个概念 叫做Catalyst 它其实就是一个 它中文解释叫做那个催化剂的 但我觉得可能把它翻译成叫催化等级 可能好一点吧 就是每一个你的资产呢 你都可以给它定一个催化等级 一共分为四类 一二三四 然后你的等级越高 然后你就能给它装备越多的宝石 总共呢 就是你如果有 比如说你是最高等级的 然后你可以给它装备四个宝石 然后最普通的就只能一个 一四类头一二三四 然后呢 下面其实这有个动图 这个动图其实很形象的 就是比如说你给一个资产定义为史诗级的 或者是传说级的 然后比如说现在这个Common 然后Rare或者什么的 然后它对应一个宝石 两个宝石 现在这个是四个宝石 四个宝石你又可以一共加100个点 你可以在宝石的五个选项里面去选择加哪四个点 然后让它具备一定的稀缺性 然后其实你的催化等级跟宝石这两个东西是相互相成的 越稀缺就是你把你的资产定义成越稀缺的资产的话 它就能装备更多的宝石 然后同时呢在市场上也具有更高的价格 但这所有东西呢都是需要就是你如果要上市场需要那个先做申请 然后官方认定你这个东西是确实可以的 然后你才会上市场 然后最后一个概念呢我们来说一下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sand sand呢它是这个sandbox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通证吧 就是它的代币 然后这里面其实介绍比较多 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在它的它官方里面有个one paper 大家就是也可以在这看one paper里面 其实把这个东西介绍的更详细了 这儿它有说what is sand 然后下面直接看这个sand它可以用来干嘛 交易然后用来玩游戏 用来创造更多的游戏或者资产或者参与治理 就是你加入它的那个道的社群 然后做staking或者做一些投票等等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sand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强势一个通证 有sand其实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也只有sand才能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经济模型其实是对sand是比较有利的 然后以上的介绍呢其实就是sandbox主要的内容 然后其实我们也知道在这sand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玩家 比如说像有一个叫做我记得叫什么 Cripped of Voxes 好像还有一个叫Decentraland 这几个游戏我都有玩过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些游戏里面sandbox它提供的Vox 循环里面不断的变得壮大 然后近期其实sandbox它卖出了它的第三波的那个夏季主题的一个土地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个推特 哦对就这个土地 这个其实是玩家自己做的 然后这是他在第三波那个土地预售里面去那个发布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土地它是卖了10万个sand 然后其实类似的这样东西还有很多啊 就是大家可以去那个 Gunery里面看或者是关注sandbox它自己的光红推特或者ins那些 它都会推一些这种很有意思的或者是非常惊艳的一些作品 好说完这个呢我们想说一下sandbox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本面 嗯有一个有一个人叫做曹颖是那个数字文艺复兴基金会的一个董事总经理 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 嗯他以前说过一句话就是相比于单纯的一个购买 建设开发和运营对当前的虚拟土地而言是一件更有益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认可这个观点就是也是刚才前面我们有说到 嗯sandbox其实也在用playtour的模式但是它的模式可能跟阿希有不同 就是在sandbox里面的playtour我们首先让玩家二道的是一种创造与经营的快乐 它其实跟就是纯用金钱去吸引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玩家在这里面去创造自己的装备 然后你的装备被别人购买了 或是你设计的游戏让更多人来玩 更多玩家去称赞你的游戏给你打高分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满足与快乐 然后我们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机制 然后才才让这个游戏不断的有更多的玩家去涌入 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游戏本身它有多少的那种艺术家 但我们可以就是大致从比如在这里 我们看到它有gamemaker和voxidiot 刚才有说到就是你如果要做的好 你可以把你创造模型去卖 然后呢在这个界面里面 你可以在这里去申请 然后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它这里简单的看一下它有多少艺术家 就是所谓的创造者 然后呢能够看到这里它是有现在超过一千多名 就是自发去创造这些模型和场景的一些创造者 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 其实我们也去就是暗中观察了它的那个 Dizort和它的那个Telegram的群 然后其实对比了就是它和Decentraland的一个那个社群的情况 能够看到其实Stand它总体加起来 社群技术已经到了三万度 其实快到三万吧 然后其实它也是在这几个就是项目里面算就是用户基数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呢就是它的土地售卖 然后最近可能听的比较多的就是我应该也把这个推特打开了 对 就是它的第三部的土地售卖 然后呢第三部土地售卖了 它是400个Lens在一分钟以内全部卖完了 然后这里为什么305个 因为刚才说到就是你的Lens可能就是在卖的时候觉得它变成33或者66 然后呢同时这个数据呢是哪个应该是我看一下应该是昨天吧 对7月9号 对7月9号昨天刚刚发布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之前那个卖的情况 这是Sandbox的一个ins 然后在之前 2019年12月6号 当时呢 它的第一轮的场地预售一共卖了3.096个Lens 然后呢这个Lens是在几个小时内才卖完了 而且只卖了三个多的Lens 而现在呢你不到一分钟你就已经卖了400多个Lens 然后呢整体就是卖的那个数价情况可以看到还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其实它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其实它发展这么快呢 我们认为它可能还是跟自己游戏内核有很大关系 举例来讲就是这个游戏里面其实它总共分为三个角色吧 一个是玩家就是纯去玩游戏的 另外一个呢是创造者 就是在这里面我去做模型的或者是我去 搭建游戏场景的 另外一类呢就是合作伙伴 就是官方去引进的各种那个品牌方这样的人 那其实这三类呢只要某一个 某一个节点被引爆或者爆发 那么对于整个网络来讲它其实都会形成一个自循环 自孵化 进而这个孵化的过程可能也会让这个Slambox自己去进化或者有更多创新 然后带动这三个点的人都一起走向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生态 那刚才其实我们讲的是它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一个伙伴的情况 同样是在它的这个官网界面 在这个About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 这下面有非常多partner 然后一共这里列的应该是70个左右 有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像这个之前卖的比较火的猿猴的NFT 然后这是一款那个游戏 社交游戏吧 然后呢还有Matic 然后等等吧 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些 像Flow等等 Maker等等这些项目都在这里面 但其实这里面的项目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去它的这个官网上去看 哦 官网的那个地图里面去看 这里面才是全局 嗯 这是它整个地图的一个布局图 然后呢除了它刚才列的那些伙伴以外 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就是知名的玩家了 比如像这个 这个是那个也是YouTube上比较知名的一个博主 叫BeatboyLab 然后你们也可以撕到它 然后这个 这就是CHZ 这是CHZ的一个那个运营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下面这里 这个呢说是那个Dogecoin的社区来的 当然 因为每个人你在买完之后 可以自己去设置自己的名字呀 这些都或者头像这些东西 所以不确定真实性 然后像这儿还有蓝金林 但这里面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嗯 嗯 带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应该是对 之前看到了特斯拉 但我自己去查了一下这个West Coast Bill 就是你们可以去那个推特上看 应该不是特斯拉本身 所以这里面可能有的呃 那个头像可能并不是这个品牌本身 但像这些比如说 还有 Gemini或者是嗯 Core Market Cap 这些肯定都是真实的 然后还有币安 对吧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伙伴的 然后呢 在这个Standbox的生态里 如果是有越多的品牌去跟它合作 其实反而也会激起更多的品牌 愿意自发来去参与 然后呢在这种土地近拍里面 我们知道就是有一种隐形规则啊 就是比如说你离某一个IP越近 然后你的土地可能就卖的越贵 那呢 然后呢如果你的品牌越多 你的价格越贵 其实呢就会有越多的话题性 那这样呢就会让Standbox有更多关注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一种 就是生态里面 它也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咨询团 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 Standbox正是因为此 未来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嗯 当然说完这些 我们说一下就是 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些看法 以及我们对它未来的一些判断吧 嗯 首先我们觉得就是Standbox 它其实是一二年开始的嘛 然后现在它如此的就是火热 我们觉得肯定很很有一大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注入了区块链 嗯 我们想请就是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啊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火嗯 NFT非常的火爆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 到底是这个NFT本身就非常的稀缺 然后让它火爆呢 还是说我们把某一些物品定义成了稀缺 而它其实本身并没有太大价值 并不应该很火爆 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现在有很多项目 它是有的项目啊 它是真正在找就是有价值的物品 然后把它变成NFT 然后去买 有的项目呢它可能只是项目的再去做竞争 把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把它定义成了稀缺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项目这个嗯 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然后大家该去买了啥的 再一个如果是啊就是在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被定义成稀缺之后 如果被人买走 其实这样的过程只是去满足呃 一个人他对收藏的一个乐趣 我们认为是一个真正具备流通价值或者社交价值的NFT 才是在数字化的世界里能够让这个原本的一个物品 幻发第二次的生命 你让一个有价值的稀缺的NFT上链 那它这个稀缺性才会有更强的一个共识性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嗯 sandbox里面有很多土地或者有很多的那种刚才说的模型等等这些东西 假设我现在没有去怀链 那原本的这些土地原本的这些呃做的一些装备或者一些模型 其实在这个生态里面一样是可以做流通的 对吧其实它的生态里本身就具备一个价值 但是呢当这个价值被赋予区块链之后 那它上链之后其实这个价值就破圈了 就是原来呢它是一种中性化的稀缺 现在呢它升级成了一种去中性化的稀缺 那这种去中性化程度越高 也就会让这个价值的共识性越高 共识越高 那这个价值就会越高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在sandbox里面的资产 将因为它上到了区块链 然后将会得到更多的共识 而这种共识也会让它里面的资产具备更大的价值 那这是我们想说的第一个观点 另一个呢我们想说其实是共识它是不肯逆的 而且呢共识如果是你做就是你做的相关动作越多 它的共识只会越来越强 呃在这点上其实我们也是比较看好这个项目的 呃你可以在这个about这儿同样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个团队它给你的road map 然后呢road map里面前面就不用说了 然后呢我们直接看到2021年 就今年它要做些什么事情 呃除了我们就是刚才聊到一些工具以外 那今年它还是会继续的去拓展伙伴 但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它去拓展更多的IP更多的品牌方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去找更多有价值的那个nfd项目 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那个玩家自己做的一个模型一样 然后呢这是一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继续往下看就是 既然呢它还要发布那个它的1.0版本的游戏 呃要说明一点的是现在其实大家还是不能玩sendbox的 然后你们去看到的那些呃呃 呃那些呃模型里面的场景这些东西只是在你下gamemaker之后 在gallery里面看的 它其实并没有去现在还并没有就是类似于公测吧 没有release出来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它还要继续去发布多平台 以及多玩家一起去玩的这样一种模式 那我们觉得可能从这几个角度来看 其实都会有一个结果 一个共同结果 就是了解和参与以及创造sendbox的人将会越来越多 而人的一个不断的积累其实就会让这个共识越来越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呃比较看好这个项目 然后呢另外一个点我们想说的是最近它一直在那个宣传自己的夏季主题的一个拍卖 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就是它的那个press里面去看到相关新闻 然后呢我已经跟大家打开了 然后进去之后呢你们可以直接搜它的这个summer gym 然后呢这是它现在就是呃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叫夏季主题的一个图的预售 然后它一共分为五博每一周一博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的右侧 右侧这儿一共有12个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吧 然后呢这里有比如说像卖兜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看到的那个玩家做的东西 然后呢每一波它都会公布不一样的那个合作伙伴 然后呢卖兜和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资产它是属于第三波的 然后前面有些已经加入了第一波和第二波 然后呢再往下看 呃15号7月15号的时候它会有第四波 然后会有两个合作伙伴 然后三个不好意思 然后呢在第五波的时候它会还有两个合作伙伴 然后有一个呢是DJ 当然我因为不是这个领域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知名度怎么样 但是我去查他推特好像推特的粉丝量不是很高 但也不代表说这个DJ就不OK 只是我不太理解这个领域 然后呢下面它还有两个就是一个是神秘的一个音乐家 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神秘的伙伴 所以其实我们是想说它整个在五波售卖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下第五波 因为它前面已经有这么多的一些合作伙伴了 那那两个作为神秘嘉宾呢我想一定不会比以前公布的要差吧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是第五波有一些更重磅的嘉宾来的话 肯定还会再次让这个sandbox把它带到就是大众事业 让大家关注到这个项目 然后呢这个视频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就说一下就是有一个模型吧 就是叫start flow 肯定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模型 但是呢后面其实有人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叫做那个相变的概念 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一个 比如说水吧它可以从固体变成液体气体再到离子化的一个状态 每个状态的改变呢它水依然还是水 但是其实水它已经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性质 这种事情呢也能类比到美元 从最开始它可能锚定金币到现在锚定我们做的一些公共和私人的一些资产 成为一个货币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想说 我们可以尝试用这种start flow这种相变的概念去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项目Standbox 嗯我们想说其实我们知道它最开始 这个游戏最开始的时候 嗯它可能最开始是一个沙盒游戏嘛 2012年就发布了 然后呢在这个状态里面它里面的所有的资产的流通 都只是限于这个游戏玩家之间 在它生态里面做并 但一旦它在2018年上了上了链之后呢 其实相当于让这个资产破圈了 那它到了加密领域 也就是说让原来只能在游戏里面流通的一个价值 流通到了游戏之外 到了加密领域 那我们认为后面的持续的IP的合作 以及可能越多的一些可能品牌的一些官宣吧 将会不断的扩大这个项目的一个群众基础 但这个群众基础一旦扩大 可能就会把它带到更大的一个历史舞台上面来 当然从原来讲的这个价值原来在游戏里面传递 再到加密领域 再到之后呢 可能因为群众基础的扩大 这个价值就会越来越广阔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还是长期是比较看好 Sand这个项目的 尤其是可能在它这个7月 7月最后一波第5次土地售卖的时候 看它会官宣一些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吧 如果这些合作伙伴越重磅的话 我觉得可能Sand未来的机会将会更多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然后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们的分享内容有价值的话 欢迎订阅点赞 或者把我们的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